欢迎来到护江网校葡萄牙语AE课堂 我是你们的普语老师Glistina 从今天起呢 葡萄牙语这门课将由我和忽苏老师为大家讲解 Hola da dos 大家过得还好吗 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有想抽出时间来学习葡萄牙语吗 我还是大家的Glistina老师 那么今天啊 我们将及上节课所学的课文Dest du Pe 然后呢 对他进行一些复习 再开启今天所学的Dest du C的内容 上节课结束的时候 似乎留过一个小问题给大家哦 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努力的学习呢 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动词get dead的变味呢 好 有同学肯定说 哎呦老师我已经背的滚瓜烂熟了 有些同学说 哎呀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啊 不过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因为哪一种原因啊 看了或者没有看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呢 还会继续为大家巩固 get dead的这个动词的变味 那么我们废话少说 直接进入到 Dest du Pe 课文 Be的复习 好吗 今天这节课啊 老师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看书 直接听老师读 心里默默的跟老师念 然后呢 将一些你比较不熟悉的单词 把它画出来 然后呢 重点跟读 好吗 好了 老师尽量读慢一点啊 我们来复习一下 Dest du Pe Na Cafetaria Margo O que é isto? Iso são Cruquetes E Dest du No E Salgado Os Riçóis Também São Salgados Ah E Istu AquI O que E São Pastês De Pacareo E E Pe Pe Qu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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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ão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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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ão embadas de galinha são muito boas nesse caso quero uma embada de galinha e o que é que bebes? o chá verde grado eu como um bolo e tomo uma biga os portugueses gastam muito de bolos não é 好,老师带大家 慢慢地复习过之后 大家是否浮想起了 最最重要的动词变位 还有一点 就是在destrupe当中 老师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动词变位 跟主语相匹配 对不对 我们所说啊 为什么形容词名词 会有阴阳性的变化呢 就是葡萄牙语当中的一个特色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啊 它的主语是复数 那么我们的名词和形容词 对应的都是复数 对不对 我们当时举的例子是 us hisois stand by san salgados 因为老师之前提醒过大家啊 我们说这个变复数啊 同学心里都有概念啊 可能说我早就知道了啊 那个什么名词后面加个s嘛 多简单呢啊 那我们所说的形容词 所对应的 它的复数形式 或者是阴性的形式 都需要跟着变 同学们呢 可能也已经非常熟悉了 哎呀老师讲了好多遍了 我早就知道了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动词啊 非常容易忘记 因为呢 这个动词就是个a嘛 你可能一不小心加了一个s 就变成as了 那就变成动词人称变为了 它并不是这样的啊 而是要跳出这个思维来 将它所有的这个名词 对应后面的 复数形式 也用sang这个动词啊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好啦 那么上节课讲了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啊 什么各种 baglio啊 雪鱼啊 什么饼啊 对吧 然后embadas这个line 还有这个 embadas hisois等等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 这讲的大家都饿了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哎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 在ganchina啊 食堂当中发现的 另一件事情 也是讲的关于这个吃的啊 那我们就干脆将这个葡萄牙的美食 一走到底得了啊 还有多少美食通通都拿出来 我们今天直接来个美食播放得了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要带大家读一下 destot c 课文c的内容 并且呢 讲解一下啊 词汇的部分 还是vucabulario 以及一些espressade啊 表示确定不确定 澄清自己自我更正 还要表示礼貌啊 满意等等这一类的 然后呢 要大家做练习咯 表达自己满意或不满意的练习啊 要非常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就是一个练习了 同样是听力的部分 好啦 其实内容也不多哈 我们直接开始 destot c的听力部分咯 请大家跟老师来朗读destot c 请跟读 na cantina da escola Margo Lily almoças na cantina Lily não sei se gosto da comida portuguesa Margo provavelmente gostas não queres experimentar Lily está bem mas não quero bagarrell Margo os portugueses não comem bagarrell todos os dias olha eu vou comer uma sopa de legumes um pitoque e uma maçã e tu Lily eu também queria uma sopa o que é um pitoque não desculpa quero dizer um pitoque e um bife de vaga com batatas falidas Lily eu preferia arroz é possível Margo acho que sim e para sobremesa Lily como uma banana Margo fixe tens um cartão de estudante she 好 老师 慢慢地 带大家 读完了 des to see 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vougabulario 词汇部分 从左到右 一个单词 读两遍 老师读慢一点 请大家 准确地 跟着老师 发音 好 老师开始了 a shard a shard a horse a horse 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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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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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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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t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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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ina cantina dizer dizer experimentar experimentar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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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w fell tempaka gaz legume vez ma se mas ps 0 probablement innocence various garante qu む hi 好,那么老师啊,这两天要提醒大家,我们最近学的课文当中啊,这个词汇量的部分啊,确实扩充了非常非常多, 就相比较最最最基础我们开始讲的这个地方来说呢,它有一些生活中的用语啊,一些动词啊,最基本的表达都已经加入进去了, 这就是老师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啊,我们在基础语音的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掌握更多的词汇, 哎,你看这个时候老师说的没错吧,因为你看现在啊,我们学到正式课文当中的时候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单词生词, 那么那个时候呢,老师为大家减轻了一点点的负担,多背几个单词啊,多掌握几句表达的方式, 我们现在就能轻松一点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几个动词, ashad,认为,觉得,它就是表达英语的think,比较口语的一个表达, 哎,我认为什么这件事是对的,那我认为这个表达方式叫, 好,请拿笔记一下啊,我觉得,什么认为,什么什么等等啊, 然后后面加你自己的想法啊,那么下面一个大米, a horse,a horse,哎,有同学说,大米不是这个中国特色吗, 其实不止中国啊,你别以为只有亚洲才吃大米的, 他们欧洲也是吃大米的,只不过他们的米跟中国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中国基本上是糙米啊,什么东北大米啊, 还有一些什么泰国香米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在欧洲呢, 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按照米的粗细来分的, 比如说有些就是普通的细米,还有一些米的长度, 他们会这样,然后有一些大米呢,是专门用来做一些海鲜饭的啊, 大家知道这个葡萄牙还有西班牙啊, 西班牙的海鲜饭是全球最著名的,对不对, 其实在葡萄牙也是有海鲜饭的, 他们的海鲜饭的做的方式跟西班牙不一样, 西班牙是拿一个平底锅,把它做成一锅很好看的,是蒸干的, 而葡萄牙的海鲜饭呢,它是一锅汤, 中间加了很多海鲜,什么螃蟹啊,鱿鱼啊,虾啊, 然后还有一些蛤蜊啊,等等这些啊, 那么他们的horse其实跟中国还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做法也不一样, 他们不喜欢把大米煮得非常的熟, 他们就爱吃半生不熟的,特意做成那样, 就是有嚼劲一点啊, 下面呢,这个香蕉啊,banana没问题吧, 土豆叫batada,同学说这两单子好像啊, 确实是挺像的,那么顺便可以放在一起寄的吧, 香蕉,banana,土豆,batada都没问题, 那么土豆呢,对他们葡萄牙来说也是一个像大米饭一样, 非常常见的食物, 他们除了可以做成炸薯条, 非常常见的炸薯条,跟大米会配在一起的, 还有就是做那种土豆泥, 整个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牛排店会送的那个土豆泥啊, 还挺烂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带着皮一起炸的整个算是薯条, 比较大块的那种薯条, 还有一片一片放到油里炸的啊, 基本上他们的土豆吃法都是, 不是炖起来,就是炸起来啊, 然后呢,下一个单词, beef牛排, 好,这个地方老师要先做一个误区的解释, 大家以为牛排一定是牛肉,对不对, 哎,其实并不是哦, 在葡萄牙啊, 他们好多好多吃饭的地方啊, 他们都叫beef g gallina, 那个就是鸡肉的排, 他只是说beef只是一个形状而已, 就是它长得像一块一块的那种, 都叫排状的, 但是它不一定只有牛肉, 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鸡排啊, 还有一些猪排啊, 都是那种beef g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所以到时候如果出去吃饭啊, 别以为看到一个beef就一定是牛排啊, 下面呢,beet dogget这个词, 它是一种烤牛排,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啊, 它不一定说真的只有牛肉啊, 它类似于烤的啊, 像国外他们吃饭呢, 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所谓的一个beet dogget, 其实就是一套餐, 这种套餐里有什么呢, 可以有一个hoth, 大米, 还有bada, 你可以选的, 大米或土豆炸薯条选一个, 然后呢, 再配上一块, 不管是任何肉质的排, 比如说是烤鸡排啊, 烤牛排啊, 烤猪排都可以, 然后呢, 撒一点点盐, 再加上salada, 这些生的啊, 什么生菜啊, 什么西红柿啊, 然后还有那个胡萝卜这些的啊, 这一份叫beet dog, beet dogget, 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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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啊, 就是这样类似的, 下面呢, ganchina食堂啊, 每一个高校啊, 特别是什么大学啊, 这种它都是有ganchina的, 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呢, 学校的食堂啊, 它是非常的人性化了, 基本上啊, 平均起来的话, 在葡萄牙和巴西不太一样, 葡萄牙的欧元来算的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 两点几欧到三欧吧, 一餐, 然后就是刚才老师所介绍的, 所有的beet dogget里面都有的, 你可以选啊, 然后你还有一些是doss, 就是甜点, 还有一杯, 比如说你可以agua, 水, 或者一杯这个bibida, 一杯饮料, 都是可以无限序的, 这种都是ganchina里面啊, 食堂当中最最的便宜, 优惠学生的套餐啦, 下面呢, 一个词deseed的说, 这个说就是说, 哎, 我想告诉你什么什么事情, 可以用deseed了, 哎, 我说明天会下雨, 类似随便说一件事情, 也用deseed了, 好, 具体的用法, 我们在课文当中具体为大家讲解, 下面呢, experimented, 尝试, 就是体验, 比如说课文当中, 一会我们会看到啊, 他说, 哎, 你不想尝尝我们葡萄牙特色的学生餐吗, 跟你中国不一样, 对不对, 尝试都可以, 还有下面的feese, 口语, 酷, 好, 就中国的, OK, 就这样决定了吧,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吧, 这样啊, 右边呢, flido, 炸的, 哎, 刚才老师所说的, 他们吃的最多的就是, Badadaflida, 就是炸薯条, 炸马铃薯啊, 然后, 之前老师最不能接受的是炸薯条, 竟然是不放盐的啊, 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 可有可有一盘, 然后呢, 盐就是自助的, 或者加一点点肉桂粉, 或者加一点点胡椒粉啊, 都是你自己加的, 你具体想调浓度啊, 那个咸淡程度啊, 都是你自己加的, 然后下面那个, de gume, 蔬菜, 就是老师刚才所说, 他们的沙拉啊, 一般呢, 是什么生的啊, 配一点, 然后苹果, 这个词, 那外国的ganchina啊, 跟中国的ganchina,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外国的ganchina, 他们在中午提供饭的时候啊, 它还是连水果这些都是放在一起提供的, 还有刚才所说的doss, 所以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划算的啊, 它的品种非常多, 像中国的这个普通的学校食堂啊, 就给你一份炒饭啊, 什么配几个菜啊, 然后水还要单独买对吧, 都不是自助的, 更加别说提水果了啊, 所以他们比较注重学生的这个均衡的营养, 然后下面可能的啊, bussivio可能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可能叫bluvavilmenchi, 这是一个副词, 请记住, 副词跟形容词的区别是什么呢, 副词啊, 它就是跟在动词后面的, 或者最直白的来说, 我通常可以单用的, 比如说我一句话开头, 哎, 可能明天我会怎么怎么样, 加一个doh号啊, 这个地方就用副词,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bussivio, 它是个形容词, 可以跟在名词后面等等的啊, 那我们一会儿来看课文当中, 具体怎么用的啊, sabir知道了解, 比如说我们课文当中出现的一个单词, 它是elc, c它就是sabir这个的动词变位, 成熟是一般现在式, 那么很巧, 我说el的变位是c, 大家又说完了, 它又是一个半不规则的变位动词, 嗯, 没有错, 就是这样的, 那么suprmisa, 饭后甜点,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可以直接说dos, 也可以说suprmisa啊, 就是饭后餐后甜点都可以, sopr是汤对不对, 老师之前讲啊, 他们这个通常来说, 在餐前就特别喜欢喝点汤, 各种类型的汤, 什么蔬菜汤啊, 石头汤啊, 等等都有啊, 然后呢, doh堵全体全部的, vaga, 是母牛啊,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牛肉, 牛的肉啊, 好啦, 这些都讲完之后啊, 我们起来回顾一下课文啊, 刚才读了那么长传, 它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对话呢, 我们起来分析一下, des to see啊, nagachina da escola, escola就是学校对不对,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啊, 在学校的食堂发生的, 然后malgo说lili, almosas, nagachina, 你在学校食堂吃过午饭吗, almosar我们说的是吃午饭对不对, almosu, 它的名词就是午饭, 然后它说, nagachina da escola, sigostu da comida burguesa, 好, 这一句话大家可以打五脚心, 是这一篇文章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nagachina da escola,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sig就是是否的意思, 请记住是否, gostu da comida burguesa, gostar的字我们不说了吧, 就是喜欢,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喜欢, 葡萄牙的食物, 好, 再仔细分析一下, anau say, say是我, 是否啊, sig,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喜欢葡萄牙的食物, 然后malgo说, abrovia will man, sigostu da, 你有可能会喜欢的, 他跟他说, 意思你别这么着急否定啊, 也可能你会喜欢的, nagachina, experimentar, 这句话没问题吧, 你难道不想尝试一下, 不想体验一把吗, 他说, estabai, 好吧, 我可以接受, mas, nau, gueru bagarreu, 我可以接受, 但我不吃雪鱼, 对不对, 我不想要雪鱼, 看来这个lili对雪鱼, 是深深的厌恶啊, 然后malgo说, us purgazis, nau, gomen bagarreu, dodusus jis, 他说, 葡萄牙人, 不会, dodusus jis, dodus是所有的, 对不对, 那么jis, 我们所说, 是天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dodusus jis, 每一天, 所有的天, 也就是说, in the everyday, 每一天, 我们葡萄牙人, 是不会每天都吃雪鱼的, 虽然它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呢, ordia, evo, gumere, uma, soba, jila, gumere, 他说, 哎, 你看嘛, 我vo啊, 这个动词, 老师为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意了, 意了是不是, 去这个动词的, 我的辩位, 好, 我去是不是啊, 等等等等, 哎, 并不是的啊, 它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一个将来时代, 那么具体这个时代怎么用呢, 老师可以先做讲解, 听不懂, 同学没有管辖, 我们时代当中会后面, 陆续为大家讲解的, vo这个动词, 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意义, 它不是表示去的意思, 而是表示一种将来时代, 好,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 有些同学在学英语的时候, 是不是多少都接触过啊, 英语有将来时啊, we'll do, 什么什么什么, 普语当中也是一样的, vo, gumere, 就是我将去吃, 我现在还没吃对吧, 我一会儿想吃什么什么, 我一会儿想喝蔬菜汤, 还有一份这个套餐和 然后还有一个苹果, 你呢,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可以先记一下啊, 之后我们会为大家具体讲解这个vo啊, 表示将来时代怎么用啊, 然后莉莉说, 我也想要一份汤, 对吧, 但班是也, 对吧,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u ge e u b dog, 你看, 这个对于外国人来说啊, 普语最最最难的一点, 就是怎么拼出来这个字母, 比如说我们说啊, 发这个b, p这个音的时候也是发的b dog, 对吧, 那么b, 下面这个b的这个也是读b啊, 有同学可能读彩的时候就不太会注意它的区别, 那么所以他说拼错, 他以为是p开头的那个b dog啊, 那么他说啊, 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想说的是geru dizer的, 对不对, un b dog, 我想说那个b开头的那个b dog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 un bifu divaga, 是一份牛排, 对不对, 好,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啊, 刚刚说的bifu是排类的, 不管是牛排, 猪排, 鸡排都叫bifu, g vaga, 一定要加vaga就是牛, 也就是说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牛排的意思啊, 就牛肉牛制的那个牛排, 他说这是一个牛排, gong batadas felidas, 配炸薯条, 好, 这个地方又体现了啊, batadas, 是土豆的, 复数形式, 那么炸的这个词, 形容词就需要用阴性的复数形式去修饰它, 变成felidas, batadas felidas, 就是炸薯条, 也就是说我想要一个牛排配炸薯条, 他说, Eubraferia a horse, 莉莉说我想吃米饭啊, Ebosivio, 他说可能吗, 他说, Ashug sin, 我觉得可以, 那么你看, Ashug,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Ashar这个动词, Ashug sin, 我认为是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哦, Ibalasubrameza, 他说那你吃什么甜点, 他说, como uma banana, 我想吃一根香蕉, 好, 这个地方跟中国的文化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甜点, Subrameza,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中什么一个小蛋糕啊, 什么一块什么起司蛋糕啊, 等等这个并不是, 而是他们觉得苹果也可以当做甜点, 什么香蕉都可以当做甜点, 甚至是水果, 他们觉得啊, 这种味道有点甜的水果类型, 都能叫做甜点, 这也是比较神奇的地方, 然后他说餐后甜点来跟香蕉啊, 他说fit的, OK, 就这么定了, Dans un gal danji studentchi, 他说你有学生卡的吧, 这个国外我之前跟大家说了啊, 他们吃饭都是不让人用现金的啊, 都是用学生卡证明, 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才可以吃, 然后后面21个esprosada insredeza, 21部分, 表达不确定性和probabilidade, 确定性可能性啊, 看怎么表示的, nau sei se costu, 对不对, 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喜欢, 也就是说我也不太确定啊, 我要尝了才知道, 那么这样的表达方式请大家记住, nau sei se, 我不知道是否,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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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种是, pulvaviam en chigostas, 你有可能会喜欢的啊, 就你应该还是会喜欢的啊, 推测一下, 然后22题呢, 他说esprosada gal danzi, 表达礼貌方式对不对, 他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辩位老师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galea, galea, 他的动词原型是galea, 请大家把它标起来, 我们上几个刚学了galea的变位, 对不对, 想, galea, 什么gale, sagale, 怎么这个变了galea呢,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一个普遇表达方式, 老师为大家讲解, 那么之后这个动词galea的, 这个galea系列的变位呢, 老师会具体为大家讲解, 我现在只能解释这句话的现象给大家听啊, 他这个galea呢, 是他的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的变位, 有特点说啊, 怎么又这么复杂, 又是哪个时态, 好, 你们现在先不需要掌握, 它是一个过去的时态, 我们目前对于过去的时态, 不要求大家掌握变位, 那么这个地方它的特殊用法在哪里呢, 葡萄牙语当中, 它就非得用这一个动词的过去的未完成时态, 也就是这种lea的形式, 来表达委婉的请求, 以表示礼貌, 我们也可以直接说galea un café, 对不对, 我也想要一杯咖啡, galea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它可能表达起来没有那么的礼貌,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我在中文的翻译成中文的表达方式就是, 你好, 我想要一杯咖啡, 可以吗, 请给我一杯咖啡, 可以吗, 喝, 我要咖啡, 就是这种的表达方式的区别, 所以呢, 表示更委婉的时候, 请记住galea, 那老师也没法为大家讲解的过多啊, 因为要涉及到另一个事态了, 同学可能会比较混淆, 请大家就把galea这个单词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你想表达委婉请求的时候, 就请用galea, 然后第23, galea, 怎么表达自我澄清啊, 自我更正啊, 他说了什么, no, galea, 不好意思啊, 不是的, 对不起, 我纠正一下, 我刚说错了, 然后呢, galea, 我们看galea, galea, galea, 是正式的情况下, 他是对于您啊, 这种第三人称单数的人称进行说的, 哎, 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呢, 他们对不起这个词都有变位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这个动词是根据听的那个人来说, 我是说给他听的, 所以我对不起的对象是他, 要根据他的主意来变位, 这样解释起来, 他们是非常有逻辑性的, 那么他说啊, 不正式的就是gisgo ba, 也就是你的人称变位, 我跟你很熟了啊, 就是这样, 他们连对不起都是有人称变位的啊,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二十四, 非正式的表示sadishfasson啊, 表达满意的, fix, ok, 非常好, 就这样了, 同意, 等等啊, 就是一个口语的表达方式, 那么我们讲完这个练习之后啊, 我们来做一下, 二十六, draba, 六G, 八字, 分组练习, 让大家干嘛呢, 按照例子跟同学对话, 也就是他存在两种的表达形式, 我们看exemple啊, 例子他怎么说的, 你喜欢喝咖啡吗, 对吧, 评语啊, 度的人称, 你喜欢吗, 他说, 我不确定我喜不喜欢, 或者是, 或者是, 可能我会喜欢, 都可以啊, 那么第一句, 老师做一个开头吧, 后面几句都是同样的话, 大家填哪句都行啊,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你喜欢喝茶吗, 可以说, 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喜欢, 或者是, 我可能会喜欢吧, 那么后面几句呢, 大家自己去做练习, 老师呢, 把句子的问题, 为大家翻译一下啊, 第二个是什么, 你喜欢雪鱼饼吗,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回答两种中的任何一种, 第三种是, 你喜欢, 你喜欢这个鸡肉味的馅饼吗, 可以说喜欢或不喜欢, 那么第四句, 第五句, 就大家自己填问题了啊, 你可以说, 你喜欢什么什么吗, 你喜欢喝茶吗, 你喜欢喝咖啡吗, 你喜欢喝这个汤吗, 都可以啊, 所以大家自由发挥,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31题了, 听课文C, 并且判断, 1到6题对还是错, 那么老师还是像上节课一样, 读得比较快啊, 这样再说C快速的读一遍, 大家最好做到盖着书本去听, 直接来做题, 看老师的对话当中, 能听懂多少啊, 听完之后, 我们再对着课文去找答案, 法定讯bilir说完 Cook, 王 fib咖啥 诀喦锅, 读得语于诀用的诀成, 我觉得册诗哥伙讯息中, 我吃一刀 zwe oscill환 我是一瓶 Bay 我不要拍拆 一层色 我可以吃一瓶 可以 demol食 我可以說呻吵 好,我们快速的读完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的答案 第一个,她说 Lily和Margo他们一起在学校的食堂吃饭 当然是V verdadeiro,对不对 第二个,Lily她非常不喜欢鲜鱼 这个也是没问题 V verdadeiro,众所周知啊 Desto B,Desto C都有所体现 第三个,Aus Portugues 葡萄牙人每天都吃鲜鱼 错了,对不对 因为那个Margo解释 她说不是每天都吃,对不对 所以是F,第三题 第四个,U Margo Margo跟Lily都喝汤 答案是,对的,对不对 因为Margo说,哎,我想要喝汤 然后Lily回答她,我也想喝汤 是吧,一起喝一下 那么下一个,第五题 Margo她吃什么呢 吃这个套餐配大米饭 哎,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答案是F,对不对 是错的,因为她是要配Batadas Flitas 她要配炸薯条的啊 因为在葡萄牙当中 她觉得大米跟炸薯条 它都是主食 你可以选一个 第六个啊 Lily就选择的甜点是香蕉 她吃了香蕉 答案是对的,对不对 所以一到六题的答案是 VVFVFV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上到这里啦 我们到此为止 把所有的Desto,R,B,C的内容 已经都上完了 那么从下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带大家做的 就是部分的练习 以及剩下的一些 陈述式一般现在式的 半部规则动词的辩位 那么还是那句话 Desto,C是非常好用的 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对话哦 大家回去可以好好地阅读它 争取把它背诵下来哦 好啦,我们还是下节课再见咯 Ate a prossima Ate a prossim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